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丘围棋教室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 吴庆元和腾泽哭之柱 在十番棋当中的一盘棋 这是第四局 在这盘棋当中 吴庆元把棋子转换 运用到了极致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 这盘棋腾泽哭之柱 直黑先行 白棋是吴庆元 现在双方的布局已经结束 在边上在脚上 全部都已经定型 那么在这个棋盘上 唯一发生战斗的地方 就是这个大路 白棋靠押 黑棋在这里挖了一个 因为这里的黑棋比较厚 那么黑棋在这挖呢 也是因为争子有力 白棋还是选择了从下面打吃 黑棋往上长 白棋如果从下面打吃这个子的话 那么黑棋将会反打 白棋提掉 那么黑棋从这里打吃 这个地方啊 黑棋争子有力 所以说在这里啊 黑棋就选择了挖 当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还是选择了 从下面打吃 黑棋往上长 白棋没有从这里打吃 而是从这里贴了出来 这手棋是抢手 避免了黑棋从这打吃 白棋一长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也只有切断 白棋立下去 黑棋挡住 白棋滚 黑棋从这里打吃 那么这个变化还是不常见的 白棋这个子也不能死 也要往外逃 那么黑棋再尝出来 白棋拐一个 黑棋这个托式好 要求这里的连接 白棋吃掉这个子 那么黑棋呢 连接住 黑棋在这个脚上 获得了一定的失控 那么白棋呢 也非常厚实的 把这个子给吃掉 这是一个两分的下法 下一步黑棋在这飞了一个 看上去这手棋 气势非常的宏大 扩张自己的模样 同时呢压缩这里的白棋 但是呢 这手棋呢 毕竟将来啊 这里留着一些冲断的 一些缺点 白棋很厚实的在这唬一个 下一步就瞄着这个靠 黑棋 马上就刺了一个 这手棋看上去是形式的要点 但是呢 在这里 被白棋灵活的转身了 这手棋的北手 还是在这里补一个 补掉这个冲断 继续加强这里的模样 黑棋刺到这里以后 白棋当然不能接 被黑棋再飞回来的话 这些白棋就显得非常的苦 那么在这里白棋就灵活的跳了出来 黑棋当然要切断 白棋就非常结实的连接上了 一旦这里的白棋走后以后 这里的毛病就暴露出来 黑棋拐了一个 继续扩大脚上的时空 白棋搬 紧住这三个子的气 这时候黑棋不能从这切断 白棋马上就从外面滚打包收 外面会变得非常的厚 所以说黑棋还是跳出来 准备攻击这些白棋 白棋连接 黑棋切断 白棋搬了下来 黑棋立了 这个时候白棋在这个黑棋的下面 留了一个活棋的手段 这时候白棋不能压 这些白棋没有活 一旦把这里的黑棋给走后以后 这里的白棋会非常的危险 那么在这里 无清源的构思值得我们学习 马上就从这里冲断 黑棋也只有退 白棋继续冲 黑棋退 白棋冲出来 黑棋非常厚实的 把这里的白棋给吃掉 白棋在这打吃了一个 黑棋接住 然后白棋在这里一跳 那么白棋通过切掉这些子 在左上角形成了大约有50目的时空 那么组成这样了 白棋在时空方面已经处于领先 白棋在上面获得时空以后 黑棋当然要对这些白棋发动进攻 黑棋逼在这里 那么这手棋是个问题手 本手是应该挑在这 白棋大致也要打是这个子 保证这里的活棋 然后黑棋在上面一带进行压缩一下白棋